中午12点CBA出台最重爆轰动改革 郭世强杜峰都遭暴击 裁判们松了口气 姚明太果断 CBA联赛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最轰动的一项改革 今日正式揭晓 就在中午12点CBA官方的一个重磅的通知是正式曝光了 趁着这个短暂的休赛期 CBA出台了这么一个决定 而且决定在第三阶段比赛就将开始实行 那就是这一次从第三阶段开始 所有比赛的赛后输球一方的教练将不会再接受采访 我们以后只采访迎球方的教练 不采访输球方的教练 这个决定一出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一次彻彻底底的就可以杜绝某些教练 在输球之后炮功裁判 炮功不公正的现象了 本赛季的CBA不止一次出现过那种非常非常霸气的名场面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郭世强和杜丰这两个人多次在自己的球队输球之后 直接炮功 对面的一个球队 或者说是炮功裁判的判罚 郭世强曾经说北京队老是假摔 同时也炮功了裁判 杜丰更是多次在输球之后 公开表示这场比赛最大的差距就是罚球数量上的差距 罚球差的这个对比很不公平 直接说他们广东队没有感受过主场优势 说他们遭遇到了裁判的针对 全是在骂裁判 而现在赛后采访环节给你取消了 这种名言以后你就再也听不见了 以后我们只采访赢球一边 你比赛都赢了 你总不至于过来骂裁判吧 所以从现在的这个规定出炉 这一刻开始 可以说新赛季的CBA 以后再出现那种不和谐声音的场面 将会大幅度降低 当着媒体的镜头 赢球方的教练 他难道会说裁判很不公平吗 你比赛都赢了 你还要得了便宜卖关吗 不可能 他们不会这么说的 只有输球一方才会去责怪裁判 现在直接不给你责怪裁判的机会了 就是这么简单 CBA紧急出台这个规定 就是为了把这些教练的嘴给侮辱 省得他们在赛后乱说话 造成不好的影响 不得不说 姚名CBA的这个决定 确实是非常的果断 但是 能不能起到音乐的效果 就不一定了 首先裁判们会松一口气 他们得到了保护 但是你要记住 裁判想要在场上树立起权威 那是用你公正无私的执法 包括你高水平的判决来树立的 而不是说靠着在赛后堵住输球方教练的嘴 来树立权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